今早的ET个股推介是中银香港2388 减选原因是美国联储局加息0.5厘 符合市场的预期 在国家稳经济和资本市场之下 除非外围急跌 否则中港股市短期应该是偏稳 加息周期配合本港经济加快赴偿 利好本地银行股的表现 本地银行股首选是中银香港 中银香港第一季的营运数据表现稳健 提取减值准备前的正经营收入 按年上升6%至142亿 对比去年第四季有2.5%增长 正服务费用和佣金收入 按年跌2.2%至29亿 第一季减值准备的正拨备 按年增加1.9倍至9.2亿 接入外汇调期合约的资金收入或成本后的 正利息收入 按年增加4%至85亿 首季正服务费和佣金收入按年下跌 反映商业活动气氛因为疫情而受挫 但相关负面影响被核心的正利息收入增加抵消 随着美国联储局加息的步伐加快 中长线有梦带动本港利率上升 加上本地疫情占趋缓和 有利本港商业活动复苏 中银香港在第一季所面临的压力 将会有所舒缓的业绩有改善空间 彭博预测中银香港2022至23年 盈利将恢复增长 按年上升13%和21% 到276亿和335亿 中银香港昨天收报30.2亿 年初至今累积已经升了1.8% 目前沿着中期上升轨向上 对比其内行止下跌1.1%的表现 中银香港明显走势比大市好 策略上建议10天线 大约29.4%就少住吸纳 目标可以看主要大行职后比的目标价 平均是34.5%作为参考 跌穿28元就要止虚了